炎炎夏日何處去 吉安鄉浩客 藝術春 每個星期都推出好玩有趣的活動及驚喜 繼圖書館唯閱讀 不帶戲好好玩之後 這個週末登場的是由台灣兒童素養教育促進協會 帶來的兒童繪畫作品純國展還有親子闖關遊戲 期盼家長帶著孩子透過探索、分析及體驗 能夠利用觀察及討論滿足好奇心的同時 也訓練孩子們思考並學習 繼圖書館唯閱讀 不帶戲好好玩 25日這週末 在吉安浩客藝術春登場的是 由台灣兒童素養教育促進協會 帶來的兒童繪畫作品純國展及親子闖關活動 透過互動和手作遊戲 家長帶著小朋友在滿足好奇心的同時 訓練思考和獲取新知 因為從民國108年以後 教育部推行108特綱 現在孩子的教育主要是著重在素養的培養 可是這個素養特別是針對偏鄉 一般的家庭可能對素養還是很陌生 那我們希望也能介入到全省全國各地 辦理這種親子活動 然後一定也可以推養 讓家長可以了解到素養 到底是什麼 對小朋友有什麼幫助 然後最主要在家庭裡面 怎麼樣去落實這個素養教育 很感動來到我們的浩克藝術村 看到花蓮縣全縣的孩子 甚至於是幼兒園 來協力共同養長孩子素養教養 跟透過繪畫來延伸的親子活動 滿是感動也滿是看到孩子倡議延伸 跟欣喜學習的這一個氛圍 極安鄉公所希望我們所有的孩子 都能夠快樂成長茁壯 而且要有不停的創新學習在其中 謝謝我們譽助外縣市的力量跟社團 來我們極安鄉開啟全縣的活動 就在浩克藝術村裡面 今天除了滿是感動以外 更看見了花蓮的孩子是充滿了創意 以及延伸在學習的這樣的一個認真努力中 我們希望能夠協力我們的家長 來孕育孩子更多的這樣的一個成長 跟多元的文化的挹注 除了知識面的親子體驗活動 還有和文化局合作辦理的玩意列車和你在一起 遊生跟室內樂團帶來廚房裡的悄悄話 邀請大小朋友一起認識音樂的語言 期盼讓鄉親有月月驚喜舊舊創新的新體驗 打造快樂極安市幸宜居樂活家園 記得講方言極安相報導